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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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看門面 地址依舊 多了光線亮麗的燈牌 全新的鎮店靈魂菜式 今天就通通介紹給大家 禮牌倦倦倦 賺食前 帶大家游覽一下附近的景點 若黃蟬縣 又名若山 建于1933年 日今超过八十多年 在甲伯乐提督街 殿中供奉约师佛 观音菩萨等今生佛像 庄严宿木 据说禅院创建者 是广州约王子 注持果称和尚 擅长艺术 圆湖制世 晚年来到澳门 兴建约山 以作潜修静室 谁知寺院还未进宫 他就完直了 后来祝林子的住持 为了完成果称和尚的遗愿 继续建成药山 今次屋顶 碧雅流离 佛像殿前 香烟缭绕 近数十年 药山主要为本澳居民 提供先人灵委服务 直至2012年年底 澳门佛教中心协会 成为药山业权人之后 决定回复寺院面貌 皇法利生 并期望传承约王大院 救助病苦 近年来 政府积极推动旅游产业发展 推出潮游观音文化活动 工人免费参与 互动为参加者带来以观音文化为主题的 深度游览体验 充分感受澳门多元文化共用的城市特色 先来这个必点的焦牌麻香花椒牛蛙 新鲜热热热热的炒牛蛙 皮香焦脆 筋镜底下 看到肉质结实不松散 在彩焦、花焦、顺丝的衬托底下 无论色、香、味都样样俱全 无他 直接带你进厨房 看看这个招牌菜是怎样做 见到新鲜生猛的牛蛙 经过处理清洗干净后 依然见到它不断跳 趁着它还生猛 马上跳入滚油道走一走有线 确保它们脾脆锁住肉汁 马上准备材料大火翻炒 配合炸鱼条、炸豆腐配料 刺激的青辣椒非常工备 沉上芝麻上桌 喂,来到碗白饭了 如果不吃白饭了 不如就介绍个荷叶乳甲黄鲜焗饭给大家 打开份量给大家看看 三至四个人绝对没问题 在九几青葱红绿交错的画面下 亦都清楚见到乳甲和去骨黄鲜的肉 忽一间给大家看看 饭底火粒分明 贵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黄鲜饭 灵魂当然就是新鲜的黄鲜 经处理洗酒粘磨 姜葱清净 师傅再熟练地去骨切肉 新鲜的鲜肉爽脆不黏骨 新鲜圆条鲜肉两多不渣炉炭 用港式腊肠爆香炒透的蛋炒饭 再加上原切剪鱼甲 以及刚刚处理完的黄鲜肉 一圈米酒增香 老抽提式 以及令炒饭跳动着的快炒功架 放入荷叶竹笼 再蒸一些荷香出来 一打开那个画面 到底有多冲击呢 相信都不用我多说了 同样饱肚的煮食 还有这个咖喱海鲜大包 满满的海鲜铺满整个碟 真是来洗脯的嘛 平时拿大包装着海鲜 它海鲜多得爆出来 罩眼看起来有整只蟹 超过十只大虾 青口 白贝 墨鱼等等 堪称海鲜成烟 咖喱汁比较甜香惹味 一点都不辣 用面包吸入海鲜咖喱汁 就一流了 不过这里的咖喱海鲜大包 这么足料 抢的反而是面包 不是海鲜 真是没几个人来分享 都搞不定 适合分享的还有这个烧珍宝牛肋骨 这个之前都有介绍过 但它又真是烧得很好味 蜜汁味的甜香外皮 加上软嫩粉色的牛肋肉 它不像平时大火烧到外皮焦黑那种 类似那种汁烧牛肉的口感 而且牛味好足 juicy满爆 配一点胡椒盐 就已经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而且这里的烧牛肋骨 还可以选几成熟 这里的东西 各样都这么大份 刚巧又没有什么朋友 那怎么算好呢 那我就推介你吃这个 卜兰街蚝饼 看上去散烧烧的 不像平时蚝饼的形状 老板就说 它是像香港卜兰街的蚝饼 就是试过好吃 当然要带回来给街坊试一下 它不像传统蚝饼的调配比例 粉浆会比较多 还有木薯粉和圆蚝调味 酥脆的口感 吃上去没有焦盐类供意气 而且也挺有饱足感 但又未去到好像吃炸东西 整口粉浆那么油 小小的圆蚝味解离 用来送走都是不错的选择 一人独享还有这个烧鱼甲 自家风干 特意烧一大锅油去淋熟它 其实很多都是直接炸炉上碟 但又有多少食客吃得出呢 诚意的东西都是扣大家支持才能坚持下去 诚意之作还有这个清酒玫瑰盐 烧盐仔蟹 一看又是些花巧东西 是否为做而做 我们又进厨房看清楚 原只的盐仔蟹一份三只 烧到变成橙红色 喷洒清酒在蟹壳表层 在家业揮发的清酒香面头 再灑上少少玫瑰盐 宁若边箱大锅炒干些盐 确保每粒都受热均匀 就放上石子盆 切半上碟 充满软滑金香蟹糕的盐仔蟹 可以吃得出海鲜原本的鲜味 夹带浓浓的蟹糕香味 口感软落金香 原始的味道再加上一些小心思 令到臭角上多了份酒香 在各个感官吸引食下 不断求生求好 大家不妨过来试试它 另一个主打木瓜跳水鱼 为何叫跳水鱼 一定是每日新鲜翻货 条条都这么生猛有活力 才配得起这个名字 可以用来吃拌起生鱼片 又或者试试它的木瓜清汤底 这次我们就选了一条 生猛的野生玩鱼打边炉 看一条玩鱼多活泼 师傅和它角力了很久才可以帮它充洗处理 见到师傅四浅一心 技巧纯熟的刀工 切来做毛骨千层鱼就最适合了 鱼都有差不多大条 两边背腩位切开铺满大大一碟 鱼骨黑胡椒 姜片煎香 然后加水大火烹煮 不用多久 奶白色的鱼汤就准备好了 鱼骨骂起 将烧鼠解渴 润肺清热的木瓜 还有鱼镖、鱼鳍等等加入去 一部清甜 润而不利的木瓜鱼汤就做好了 在打烤鱼之前 不妨喝了个汤头 好滋润的 千层鱼切到够薄透光 不断以出它七至八秒就够了 最多都不要超过十秒 因为真的太暖了 就算不加条料都非常清甜 鱼香十足 打边炉想健康新鲜 这个无论男女老幼都一定没责任 这餐真的吃得好饱 不如同大家再在附近逛下消化一下 介绍多个城区旅游景点给大家 叶挺将军 故居建始于1920年 是叶挺将军一家 在1932年至1942年间 在澳门的居所 为了免怀叶挺将军的封工伪迹 澳门文化局进行了故居建筑的修线工作 同期开展相关的剪品搜集 和研究工作 在2014年正式开放 叶挺将军故居是一座楼高两层的西式住宅 故居里保存了多件原故居的大型家具 和家居摆设 展示了多幅叶挺将军 和他家人在澳门生活的照片 现时故居的地面层展厅 设有前言厅和客饭厅 主要是还原叶挺一家的家居布局 为展示主题 一楼主要陈列叶挺将军的事迹 家庭生活和故居故事 三个主题展示 重现叶挺将军和家人 在故居的生活面貌 这些陈列品 为后人留住了珍贵的回忆 有助于推广乡土教育和爱国教育 讲回今次介绍的铺头 其实都陪我们走过很多年头 但至今依然不断更新菜单 为的就是留住食客 以新鲜货来计算 它的份量都算大份 性价比已经很不错了 有心做的食店 真的要靠我们实际行动去支持 想不到吃什么的话 不妨过来试试它吧